疫情还是很紧张,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忽视了防疫措施 玉里警分局三里派出所发现一名男子没有戴口罩四处趴趴走 警方上前开单的时候,这个男子还一度拒绝签名而和警方发生肢体冲突 最后警方还是依法开单裁罚 全国疫情三级警戒,不过这名男子外出却不戴口罩 还大啦啦的在部落里头四处趴趴走相当危险 巡轮远警发现即刻上前劝阻开单 不料这名男子不服还一度拒绝签名而和警方发生肢体推测 警方表示这名男子是去附近找货店买东西 心存侥幸心态,没戴口罩,没想到却被警方逮个正着 虽然男子谎称天气太热,只不过是去山上游泳消暑 因而没有戴口罩向警方求情 不过在疫情严峻的节骨眼上 对于防疫规定却致若罔文实在夸张 最后警方仍依法开单裁罚 警方也再一次重申强调 国内疫情严峻,民众若未依三级防疫警戒的相关规定 一律直接开单裁罚,不再劝导 呼吁民众不要轻忽病毒的传播能力 不要抱着侥幸的心态,以身试法 以免伤身又伤财 记者是玉兰,卓西采访报导